队长 队长 训练课结束了 怎么还不让我上 向左转 起步走 立立 向右转 步入阵断 我都多大岁数了 我还要跟你打把架 我说 你可别借着我过生日 在这儿 五枪弄到的 一辈子就跟我 玩这个战术 你赶紧把这东西 都收起来吧 这是碗啊 还是筷子总擦个没完没了的 你还真说对了 这是得天天擦 这就跟人一样 天天得吃饭啊 我叫你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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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擦 不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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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擦了还不行 我给你包小的去 好 不行吗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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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放下 这是生日过的 报告 一般训练完毕 好 收队 是 是 保长远 去 交起 加油 右后走啊 后步 走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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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大强啊 咱俩就这么说定了 你千万别买东西 你要买了 我该生气了 你看你这孩子 你说 你去证定啊 你 你疯了你啊 快疯了 你伤哪儿去 我去封卖中队 你一个女孩子 你总往部队上跑 那店厂的人知道影响不好 你知道吗 奶奶 我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喽 走了 早点回来 知道了 奶奶 早点回来 还没说啊 我不能有了 我还没说 我一直再做 我还没说 你这就是 我阶哥 我会再看 你 你这是在干嘛呀 得让让我站着 这个训练有关系吗 不知道 啊 这就叫万朵桃花开呀 再买一个吧 再买一个吧 这就做了 走开 那他干嘛让你这样这样这样 周恩 周恩 报告 周恩 晕倒了 阿妩说的坐呢 坐了 那就好 你让随时办给他准备在这路头 晚上再给我准备一盘冷水 明白 去吧 是 你变态啊 你怎么说话呢 你干嘛这样折磨周围呀 你知道吗 中暑之后抢救不及时会死人的 我当然知道 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这样折磨他 他是我的战士 不用你管 我知道你这样做有你的道理 但请你讲究一下方式方法好不好 中暗鼠也太正常了 他是个军人 军人就应该适应各种环境 更非说为一个立志想要当狙击手的人 他连这个环境都适应不了 一切都是下手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知道你的心情 我替周围感谢你 你总在这儿拦着我 我怎么去看他呀 我替周围感谢你 门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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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还挺热的 门师傅 你也别起来 我真的没事了 等他休息一下 你小子就是短练 这儿就开会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队长 需要这样的 这我呀 一个人的理想 有多么远大并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实现理想的过程 什么都苦都在吃 光是嘴声准强 什么有都没有 队长 我来吧 别 别 别准强了 咱们当战士训练的时候 不经常会这样吗 我跟你说 做战士的母亲 我不比你差 请总说 请问你找谁 你好 我 我是这样 我呀 我找一下唐诗瑶 请稍等一下 我给秦总说打个电话 谢谢啊 瑶瑶 瑶瑶 在那儿呢 对 您请进 谢谢啊 王大长 郑大长 你们 你们聊啊 我处理点事 没事 再见啊 今天这么大个事 你怎么不着急 不着慌的呢 这多大个事啊 赶紧走 别让我们不高兴 我们家出什么事了吗 哎呀 没事 就是出事也是好事 我们家没出事 你至于这样 风风火火的吗 不是 奶奶生日 我能不风风火火的吗 我奶奶过生日 我能不知道吗 我忙完中队的事 我自己知道回去 那 那 我在门口等你 不用了 中队有车 不是 关上 我车都开来了 关上 班长 队长就是对我有偏见 你们都打把了 就让我一个人傻站着 都可以谈开始 和你及时出现 要不 我不一定出什么情况的 队长那是故意训练你 没看他来看你的时候 多心疼你啊 他怕你中熟 让我一直在不远的地方 守着你呢 队长 在咱们支队 他是有名的军事尖子 但守卫大坝和电厂的任务 很艰巨 他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调离 他都放弃了 在这座大山里 他已经待了整整 十三年了 队长的意思 就是让我和他一样 永远也走不出这大山 我不理解 有一天 你会理解他的 我对他 队长 警官们 老门 我的妈呀 孙队长也太狠了 这也就是诸文案啊 我跟你说 要是你小子早就不成了 那也不一定 我以后不可以了 老门 没说 拿那么多废话 起立 好 重点 什么事 那个 我老乡在门口找我有点事 我想请五分钟假 现在是训练时间 班长 你看我老乡 大老远来了 那肯定找我有啥急事啊 你就给我五分钟假呗 行吗 班长 跨去跨外 是 你咋又来了呢 你还想不想让我安生当兵呢 不如不让随便来 咋的了 这要让队长知道了 那我就评不上优秀士兵了 你 那喝不咋的 行 爸答应你 这是最后一次 我以后就不来了 爸 不是觉着你心里头不如意 我这心里头也对你不放心吗 不是 你看 咋呀 你下次让我买的表 我给你 我上回不跟你说了吗 我不要 你买这假表让人看出多没面子 还不如不带呢 你敢打不起啊 他说看不出来 啥看不出来 这一丑就是假模伪劣产品 哪怕是高仿的呢 都不行 真的 那个啥 你听我的 你把这个拿回去啊 你先保存好 你赶紧回老家吧 行不行啊 爹 这急死我了 行行行 我回 回 回 你去训练去吧 去吧 哎呀 走吧 走吧 训练去吧 我马上又回 我这 我马上走 走 过去 留练 撤 回头 徒 下去 你站 向前一步走 向右看 接 向前看 向右转 进步 走 你俩不想走 高 高什么来着 叔 等一下 您叫我啊 对 您好 您找人吗 好 我找刘小宝 我是刘小宝三老星 您好 我是刘小宝的中队长 郑浩 我妈也死了 我妈也死了 哎呦 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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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事 我走了 啊 叔 嗯 咱姐俩找个硬凉的地方 闹闹 我 走吧 闹你走 我闹你走 不错 能呗 把袜子洗了吧 没劲了 没劲了 干啥 干啥 十块钱 看 赶紧去呀 哎呀 我天 人真的是小宝的老奢啊 刘小宝他爸 是个有钱人 问来是求刘小宝跟他爹 办点事 对啊 阿叔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您怎么不直接去找小宝的爸呀 那多金啊 您干嘛打老远到这儿来找小宝啊 是 我说 你小的这朴狗的爱他呀 恩少爷呀 真是虎落平洋 没办法的 富落平阳 我先走吧 你是领导事挺多的 我就不麻烦了 也好 师傅 你带我给小宝的父亲带一句话 行 你就说部队上跟地方不一样 部队要的是城市 不城市就不要了 你一定要把话给我烧到啊 别别别 对的 再坐会儿啊 你还有话要说 再坐会儿 你再坐会儿 这我和刘小宝啊 我们都是农村人 不会别的 就会城市 哦 叔 我想听听您的城市 好不好 我 都没过错 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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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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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队长我就是刘小宝他爸 我这么大老远的过来打工就是想立小宝稍近点 这真没想到他 他怎么就流越来越远了 叔 我就知道你是小宝的父亲 我理解您的心情 这不能怪您 问题怪我呀 呀 上班 快来快来快来快快快 我来我来我来 别别别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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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 我求你 别动 又上老地儿是吧 必须的呀 我问你 你够哥们吗 够不哥们你就给我 我说你小子啊 还没被发现呢 说明你这反侦查能力又增强了啊 不是 那你说说 咱们这地儿适合人类生存吗 成天的就是大坝啊 电厂 要不然就是满眼的大山 你说我自己再不想点方法 这还不得给我憋疯了呀 是不是 行行行 去吧 去了啊 去吧 够意思啊 帮我拿一下 行 走了啊 行行 小心点啊 你说 你说 这也不能怨孩子 就怨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 你说 我要是个县长 我这市长啥的 那我儿子他还用吹牛吗 是我这个当爸的没本事 没给孩子争面子丢人了 你说啊 您的这想法是错误的 难道家庭条件不好就是一个孩子虚荣的借口吗 您的这种做法只能让小宝越来越纵容 不仅自己认识不到凑 他更不会正确的来理解一个老父亲的一片苦心啊 队长啊 你说的这个道理啊 我都懂 但是哪个做父母的他不是为了孩子呀 宁肯自己少吃点 也愿意给孩子蒸蒸门面不是 队长 我是农村人说话之 就想到哪儿说呢 我想求你一个事 说好 你说吧 干活了 干 干嘛 妈的脱脱了 你去脱了 你去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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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脚本啊 是个要强的孩子 他一直想考个军官啥的 你千万别在他战友面前接他的地 要不然他在部队就带不下去了 就算我这个老头我求求你了 李总 你下一步 怎么安排的 电厂那边我正在联系 最好 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能够 堂而皇之地进入008种地 我觉得最多办法是最好 那是当然了 不过我要告诉你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否则的话 李总的意思我明白 你放心 在保证您安全的前提下 能够共享利益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是的 哥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电厂那边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我相信你怎么能力 那边就会有消息的 这边就会有消息的 这边就有消息的 这边就会有消息的 我要去找她 你好啊 我叫莉莉 你叫什么呀 我在站岗 请不要跟我说话 这儿的大坝真宏伟啊 我真羡慕你 每天都能看到这么好的风景 要是常年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你是说 你每天的工作都是这样的吗 看守电厂的大门呢 没意思 谁说没意思啊 不光是看守大门 特别是我们一班 还负责守卫电厂代号008中地呢 008中地 当然了 那可是电厂最最关键的位置 在哪儿啊 这个不能告诉你 我们有保密条例的 帅哥 这么神秘啊 你是学舞蹈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真厉害 当然了 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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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什么呢 查什么 帅哥 帅哥 我求你件事呗 嗯 说吧 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上呢 帅哥 你肯定能 你说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就带我去电厂看看呗 对了 最好带我去你说的那个什么008中地赵张相行吗 我回去也好跟同学炫耀一下啊 行吗 那可不行 008中地不是谁都能去的 帅哥 别这么一本正经的 我就赵张相 马上就出来 这个 帅哥 咱们做个朋友吧 这样 不是 我的电话号码 快就用号给你 好啊 李小帅 到 李小帅 站岗的时候不许聊天 不知道吗 是 班长 对不起 请不要影响战士站岗 先马上离开 快睡个儿 李李 走了 走了 快睡个儿 我走了 回头见 他是谁啊 他一随团旅游的 你聊什么呢 没聊什么 他 就一小女孩 想让我带他进店场看看 还想到咱们那 008中地照照片呢 008中地 他怎么知道 你跟他说的 这个 你答应了吗 这个 这个 班长 你不是看着呢吗 没答应他 班长 你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他就一个 小女孩 人家就是好奇心 更何况我也没答应他呀 你先站岗 回去再说 没事 头飞 苏胖子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在大坝上 遇见一个女孩 这家伙绝美 绝美 绝美 我看着 臭迷惑 你得了吧 我告诉你 那女孩跟我 捞了半天呢 人家还给我留电话呢要 你知道这女孩啊 长得那叫 偷 拿到照片了吗 没有 看来突破电厂的首位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困难 你跟王称称的关系 不是很好吗 还可以吧 怎么了 我们的目的是要拿到关于008核心众地里的二十组绝密数据 数据 不是规划图吗 是啊 但是只有通过这二十组数据 我们才能获得规划图的档案编号 否则 其实我们进了机密时 面对那么多文件 我们也是无从下手的呀 展高的事物 海干里有蹄 还留点话 嗯 必须 怎样啊 就是那时候吧 你知道这班长他进来吗 你不是给人小女孩哄跑了 人多没面呢 是不是啊 这有 没面啊 刘老帅 班长 我一定要进008种地内 李总 你可以利用跟她的关系 把我给带进去 008 只要能进去 其他的事情由我去做 好吧 这两天我找王志文 你等我消息吧 背诵一下卫兵守则 第三 第四 第五小条 三 时刻保持警惕 严密监视警卫区域内的情况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坚持站岗 武器不准离手 熟记 任务及警卫区域内的 地貌 地雾等情况 熟记并正确使用口令信号 四 严禁一 靠 坐 五 有人妨碍执行时 应当加以劝阻 并迅速报告 今天守大坝的时候 你都坐到了吗 我们班长 找 围着操场 跑五十圈 五十圈 以后你就记住了 班长 快去 是 班长 大坟 una 他问我 你看看 有空吗 各套 老板 不讹我 大坟 我网上 犯下 羟众 你 计划 他成功 是 他说 何愿意 他不想表达 那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长 那个啥 我来吧 来来来 别 不是 那 坐 来 我说刘小宝啊 不 刘大少爷 听说你们家老有钱了 什么宝马呀 班驰啊 好几辆的 那个 就那么回事吧 这不是赶上那个啥 金融危机嘛 我家在美国那个分公司吧 效益不太好 这买卖老大了 有句俗话是吧 这个财不可露白嘛 那个我爸跟我说了 说这个 这个有肉啊 得埋在饭里头吃是吧 对 对 我也听人说过一句话 叫 叫什么赖账 对 包子有肉不再折剩 对对对对 对对 女人是洪水啊 好死我了 不是殿下了吗 小宝啊 我也没见过你爸爸呀 你看他什么时候到部队来一趟 行吗 队长 那个啥 我爸爸他生意比较忙 他老是国内国外的跑 你说恐怕没有时间呢 是这样 时间是有问题 那你和你爸商量一下 先调一下时间 这个星期呢 来部队一趟 我找他有事 看看 我 我什么我啊 你平时不是挺能白活的吗 我告诉你刘宝 你最好给我低调点 嗯 别给我下折腾 嗯 知道 知道 别说到时候我不给你辩子 我告诉你小子 你别美 我看 你给他洗霸霸那钱 够呛 不 不可怒吗 不可怒吗 就你身上这 半斤八两的肉 行不起 我几下 不是 队长 那是那是 那啥 那那那 那万一要是我爸他 真在国外呢 你说他回不来咋办呢 那也行 那真行啊队长 小宝啊 最近呢队长手头比较紧 想跟你借点钱 哦 借 借 借钱啊 郑兄弟啊 你 你 这个表 你还说看不出来 我儿子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这这可太假了 给退他了 喂 你这个老爷子 我不跟你说了吗 那要跟真的一样 谁花好几万还去买块真表 一分钱一分货 这道理你懂不懂啊 队长队长 那队长 那啥 那个 你借多少 你说 你说吧 一百块钱是吗 一千 一千 一万呢 十万 成 这兄弟啊 不瞒你说 这我儿子他是个军人 我这个当爸的 是个穷人 给孩子也争不了什么脸 我就是去想 孩子他没有别的要求 他就要一块表 你说他训练那么苦 我给他买个不如意的 我这个当爸的心里头也 也不 也不舒服不是 兄弟啊 给退了吧 就这几十块钱 队长 你别跟我开玩笑 十万 你看我像跟你开玩笑吗 不行 那你倒是接不接啊 我 我接 接 接 队长说话 那肯定得接是吧 我一会儿我就 给我爸打电话 然后估计他过两天 就把钱汇过来了 队 队长 那我爸要知道 你借钱 那肯定得更快 好啊 好啊 那我可等你的消息 队长 那队长 那我先回班了 行 去吧 到 谢谢啊 那队长 你放心吧 我先回去了 好 这钱虽然是不多 可这几十块钱 是我一袋水泥 一袋水泥 背出来 那 是有父亲的儿女 没有狠心的爹娘啊 哎 那你那儿子是怎么想的 那老爸都这样的 还要这么贵送的东西 兄弟啊 这也不怨孩子 怨我这个当爹的 没出息 给孩子挣不了脸 我寻思着 能多挣点钱 给孩子存了 就是说 咱这表买不起 临走的时候 哪怕你给孩子 留几个钱啥子 咱这当爹的心里头 不也舒服点了 我要知道你儿子 那么挑剔 我真就不让你 买这块表了 这个啊 确实是个假的 既然你老爷子 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能不给你退吗 你真是什么 十万啊 按加一年收入不到一万多块钱 哎呀我天哪 将近十年哪 上哪儿我整这么多钱呢 哎呀 吃块 干嘛呀 自作自受了 那是斩鱼肉 有腹痛香 有点痛囊 什么事 我请你分担点 拉扫吧你 你能帮我分担啥呀 你就洗洗袜子吧 那你还没给我工资了 你个胖子 那我都复原了 我也想那家又去 我说你个胖子啊 我还能差你那点钱 我还能差你那钱 你要怎么呢你啊 没完没了 这点事你就 就没完没了了你 兄弟啊 我听我儿子说 还有一个叫高 高房的吧 高房的呀 那像你说这种牌子的高房表 一千多块呢 你能买起吗 一千多块那可不 我保证看不出来 我保证看不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